刘亦菲主演的玫瑰的故事 背后的故事 远比电视剧还要狗血 刘亦菲在玫瑰的故事中饰演黄亦梅 她被哥哥安排到公司实习 哥哥知道妹妹长得太美 让性格沉稳 即将结婚的周世辉带妹妹 没想到周世辉只是看了黄亦梅一眼 便不能自拔地爱上了她 她一改稳重的性格 执意要与相恋七年的女友分手 只为追求心仪的女神 能让一个外表看似老实芭蕉的男人 一眼极钟情的黄亦梅 是位名副其实的大美女 每天给她送鲜花 各种礼物的人不断 家里的电话更是想得不停 据说刘亦菲为了主演这部戏 推掉了成龙大哥的电影传说 只看了几集 很多观众就发出肺腑的感叹 这个角色还得由刘亦菲扮演 换做任何一个女演员来演 都得被骂死 1987年出生的刘亦菲 今年已经37岁了 扮演起22岁的黄亦梅 依然让人信服 她带给观众的感受 依然明艳动人 无论是男女 只要看到刘亦菲 眼睛都会眯成了一条缝 发自肺腑的感叹 刘亦菲真的好美 难怪被人称为刘天仙 刘亦菲的魅力 不光能征服男性观众 同样也能让女性观众沉溺她的美貌 而挪不开眼 徐海桥在梦华路中扮演照片 刘亦菲扮演的初恋欧阳旭 要而被网友戏称为前副歌 在《玫瑰的故事》开播在即 她卖力为刘亦菲宣传 她写道 一句台词 一个眼神皆是故事 万分期待坐等黄亦梅绽放 这可把网友急坏了 他们觉得黄亦梅在剧中 有四个官配夫婿 无数位追求者 至少徐海桥能演上周世辉这个角色吧 面对网友们的热议 徐海桥也忍不住 在微博上开启了玩笑 她自嘲说 你们看看别的演员的经纪人 再看看我的 差距啊 她还爱特了自己的经纪人 你怎么没提我可以不要骗仇的是 她的经纪人则达到 别的演员都不要钱 虽然这只是网友的一个梗 由此可见 刘亦菲带火男演员的能力 非一般女演员可比 这次观众关注的重点 就是玫瑰的故事的监制是陈金飞 她是刘亦菲的干爹 而监制的权力非常大 相当于制片人这个角色 说起来 刘亦菲一生的绯闻 就是陈金飞这个干爹 他俩的关系扑朔迷离 前些年 刘亦菲与韩国明星宋城县传出恋情后 陈金飞就被人拍到 与90后演员杨彩玉 在街上热吻 出生于1992年的杨彩玉 比刘亦菲还要小五岁 长得很像日本巨星山口百会 这么漂亮的美人 丝毫不顾忌 与陈金飞30岁的年纪差 面对外界的质疑声 她自爆两人的合影 爱得相当的坦荡 爱上了杨彩玉之后 陈金飞将所有的好资源 全砸到了小情人的身上 让她两次主演了冯小刚的电影《芳华》 以及《只有云之道》 还与拍摄电视剧最牛的《正午阳光》 合作了热播电视剧《欢乐颂》 《大江大河》 而那几年的刘亦菲 基本没有什么好作品 不过 自从传出陈金飞与杨彩玉分手的消息后 刘亦菲的事业明显回春 又成为干爹力捧的对象 先后出演了《孟华路》 《去又疯的地方》 均创造了收拾佳绩 两人就情复然的猜想不进而走 导致很多观众都为她担心 刘亦菲虽然长得很美 毕竟离40岁也不远了 怎么还没有恋爱的消息传出来 这么好的基因 如果没有下一代传承 无疑是暴敛天物 真的太可惜了 很多观众表示 本来冲着刘亦菲追的玫瑰的故事 却被彭冠英捐了粉 大家一致认为 剧中最让人惊喜的角色 就是黄亦菲的初恋庄国栋 饰演她的演员彭冠英 身高1米92 搭配1米70的刘亦菲 带给观众赏心悦目的CP感 在剧中饰演黄亦菲哥哥的 佟大为爆料 彭冠英拍摄的第一场戏 就要与刘亦菲上演 干柴烈火的亲密戏 两人以前根本就不认识 在不熟悉的情况下 刘亦菲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她眼神拉丝 搞得彭冠英的耳朵根都红了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两集的亲密戏中 黄亦菲与庄国栋就亲了15次 有的网友喊话 彭冠英累了 让我上去演两集 彭冠英高兴不是演的 佟大为的表情绝对是真的 可惜 剧中庄国栋是渣男 按他妈妈的话来说 换女朋友的速度 比我公司换模特还要勤 她对爱情的不坚定 致使这段感情无疾而终 彭冠英没有大学同学 注意龙红 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都在二 三线间徘徊 似乎总是离爆红插口气 这次与刘亦菲搭档 彭冠英的表现非常的突出 用导演汪俊的话来说 刘亦菲与彭冠英 在剧里的表演 让我看到了爱情的力量 她的外表温文尔雅 声音低沉有磁性 说话风趣又幽默 在剧中的表现堪称完美 她与刘亦菲的眼神互动 简直是太甜了 不光成功地俘获了 黄一梅的芳心 也让观众身陷其中欲罢不能 经历了轰轰烈烈爱情的黄一梅 被爱情商的遍体鳞伤 与庄国栋分手后 她改变爱情观 一门脑想找个可靠的丈夫 这时候 痴情 老实的方邪文 成为最好的选择 方邪文由林更新扮演 林更新不光是一线 还是圈内有名的帅哥 有九一少女的梦之称 为了贴合方邪文 其貌不扬的人设 林更新尽量将自己 打扮得老气横秋 牺牲个人形象 甘心给刘亦菲做配角 林更新可谓是诚意满满 霍建华自从演出《如意传》之后 吸引了近四年 傅初就与刘亦菲合作 扮演她的灵魂伴侣傅明 可惜这个人什么都好 据说许久不见的霍建华 能够参演此剧 是导演汪俊响 还霍建华一个人情 2016年7月31日 霍建华与林心如 在巴黎岛结婚 新婚夫妻还没有恩爱几天 霍建华就近组拍摄了《如意传》 等她拍完这部戏 女儿已经四个月了 霍建华是第一次 剃光头拍摄青宫戏 在《如意传》中饰演乾隆皇帝 霍建华不可能不努力 她为拍好此剧 也付出了很多 头天背好的词 琢磨好的人物状态 第二天 全被改了 而且 改成让她不能理解的样子 周迅饰演的《如意》 坚持不搞公斗 更不能手里沾血 她仗着自己咖位高 凭借一己之力 将公斗剧改成了纯情剧 而霍建华也想演出 帝王不怒而微的气势 可是 剧组里没人听她的 气得她胃疼 只能按照后改的剧本演 她每天都得演出暴跳如雷 大喊大叫的样子 霍建华说 这么演 自己真的好累 结果 大家都知道 呈现出来的效果 霍建华就是观众厌恶的渣渣龙 本来的一线巨星 观众心中的老干部 形象毁于一旦 霍建华被观众骂惨了 什么演技差之类的话 骂得他体无完肤 出现了心理阴影 只得灰溜溜地跑回台湾 待在家里当奶爸 这次能在《玫瑰》的故事 李世衍刘亦菲的《白月光》 谁都看得出来 也算是导演送上的福利 可能汪俊导演心中有愧 他想帮助霍建华挽回形象 对霍建华来说 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工商补偿吧 《玫瑰》的故事 改编于一书的同名小说 作者一书坦诚 黄一梅的原型是张小慧 1963年出生的张小慧 在父母的溺爱中长大 父亲张建国是香港第一代广告人 加拿大中文电视台创始人 母亲出身名门望族 他三岁拍广告 四岁就陪母亲逛名牌店 就能帮助母亲 从一大堆裙子里 挑出花纹最好看的一件 养尊处优的生活 让他养成了铺张万费的习惯 说起张小慧 一向以毒蛇著称的一书 却说 她是我在香港最欣赏的女子 有着绝佳的品位 二是出头的张小慧 一直都是当红歌星 钟振涛的忠实粉丝 两人1987年在加拿大相识 21天后就决定结婚 张小慧的父亲 意味深长地告诉钟振涛 别以为你是个大明星 亮仔 你养不起我的女儿的 趁早放弃吧 可是 钟振涛觉得自己 每年也能够挣到上千万 挣钱能力并不差 不可能养不起张小慧 为了凸显自己的经济实力 他花费了300多万 举办了一场豪华婚礼 80年代 张小慧每个月的零花钱 最少3万元 主要用于购买杂志 糖果 只要张小慧看中的名牌服装 那不是一件的买 而是每个颜色来一件 家里塞满了他各式各样的服装 鞋帽 据说拿出来 可以开一间商场 后来 钟振涛的演艺事业 开始走下坡路 加上投资失败 夫妻俩欠下了2 5亿的债务 贫贱夫妻百事哀 夫妻俩为此争吵不断 钟振涛这才意识到 张小慧父亲当初说的都是真的 因为欠债太多 钟振涛只能申报破产 两人离婚后 张小慧转身爱上了服装商陈耀明 比起钟振涛来说 陈耀明是位资产上一的大老板 为了追求张小慧 陈耀明不惜抛弃劫发妻子 为了博美人一笑 他买了很多昂贵的礼物 送给张小慧 没多久 陈耀明因为金融危机宣布破产 从此张小慧背上了败金女 以及客夫的骂名 当然 一书80年代写玫瑰的故事的时候 正是张小慧的人生巅峰